我是雅丹 最近爱上了推理 每天都在看各类悬疑剧 明镇大科拿 福尔摩斯之类的 本儿今天上班迟到了 你从晚上K哥去了 从你的呼吸频率 和你胸口起伏的状态来说 你应该是跑过来的 可是你家离公司的距离 就算坐车过来 出去等车的时间 至少也得慢个小时 就算你睡过头 叫我出租车 也不可能这么长时间 但你却是跑过来的 说明你昨晚根本没回家 我猜你应该也没有刷牙吧 你身上有淡淡的酒味 而且没有其他的味道 如果你吃了其他的东西 你身上酒味也不会这么纯正 公司附近已经开了一家KTV 你肯定在这儿睡得一晚上 你这个分析确实挺严谨的 但是你分析错了 哪里错了 难道你没去 我昨天哪也没去 在家喝了个养生酒 早上睡过了 没有刷牙 而且我不是从家跑来的 我是从楼下跑上来的 不可能 我昨天分析好几个都是正确的 不信你问他们 真的假的 真的 昨天 我的笔呢 雅丹你看到了吗 没看到啊 不过我可以帮你找到 首先排除你的笔被借走的可能 你的桌面整齐干净 物品摆放紧紧有条 这就说明你平时爱收拾 不会丢三落四 这就排除了你的笔 丢在其他地方的可能性 中午我们都出去吃饭 没有人留在公司 也就是说你的笔不会被别人拿走 所以你的笔应该还在你附近 如果分析没错的话 打开你的抽屉看 雅丹你太厉害了 我靠 这我也能分析出来好吧 还有还有 昨天 小姐 你怎么了 最近安生叹气的 唉 别提了 你眼难尽 你先别说 我来猜猜 你今天一直都在玩手机 而且一直打开的都是微信界面 我想 你一定是在等消息吧 你上午还好好的 中午之后接了一通电话 就一直处于这种状态 我想你一定是在等你女朋友的消息 然后你女朋友一直都没婚姻消息 你们俩肯定是闹矛盾了 没错没错 确实这样确实 对对对 放心啦 女生生气都是三龙龙热度 换我就好啦 我去 这也行 那请问人家都成可男了 那可不一定 昨天养蛋只问了我几个问题 就分析出了我的本质 这个不是谁都行的 你养狗吗 养 这说明你还逗我 那当然啊 既然你喜欢逗我 那你一定喜欢小孩 所以你喜欢小孩 那你一定喜欢女人 嗯 如果你喜欢小孩 然后你又含了你的女朋友 说明你不是gay 嗯 确实有道理 就这样 弄不养狗 是不是说明我也是gay 很有可能 少看一下那些推理 不要学老名乱推理 至少你昨晚确实喝酒了呀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喝酒不要贪杯 没嘲讽 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 微信微博 关注没嘲讽 每天一条原创搞笑视频 等真一 就那些东西 还没什么呢 那些东西 你不是不想要 你是不是想要